早前我去了德國 試駕了Audi的新版A7 Sportback 今次鑰匙的型號是A7 Sportback 40 TFSI 即是汽油引擎的入門版 它所用的是一副2公升直四Turbo引擎 取代了以前的2.8公升V6自然吸氣引擎 改變了動力核心 油耗和輸出同時都有受位 根據廠方公布的綜合有好數字 每100公里5.9公升 比起舊版每100公里8公升便耐用很多 而馬力亦增加了兩成又多 去到252匹 加上Turbo引擎更出色的低扭表現 動力明顯來得更爽快和直接 而它的拍檔就是一部7速的Astronic火箱 反應快、轉波順都沒什麼要投訴的地方 至於外形上都做了一些改動 最明顯就是換了全新設計的LED頭尾燈 另外車尾的雙出喉 亦由以前的圓形變成了現在的方形設計 加上可調式的電動尾翼 的確整部車看上是陽眼很多 至於車內就一樣很好 MMI多媒體系統、中央顯示屏幕、電暖椅 和Bose音響當然有齊 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它的新標版 大面積的彩色顯示非常清晰 尤其是看GPS的時候 完全不需要將視線放在中央顯示屏上面 這樣就不會影響到駕車的集中力了 這裡是大家的音響 我會是看GPS 你會聽到的是看GPS 有什麼音響 我會聽到的音響 比我聽到的音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